開放軍在十四 發動日後來減 理工理素比的演習 也會去國際的研究 總統率先到今天 國安會秘書長 五十四 還有國防部長 各立鄉的北斗 早期去投降的古山 海軍海航機動中隊 還有海軍的打拚 也要加採金 我們先讓記者分享 是主播 總統今天來到 投降海軍海航機動中隊 來示範 能夠看到 這個離我們 比較近的這台是鄉里飛團發射車 抗議台是鄉里飛團發射車 總統今天特別在飛團發射車 前面跟官兵 做回來那一項也有發威 總統也有辦法 加採金給這個官兵 主要就是因為 中國在十四的時候 在臺灣附近來 進行到差不多十三 點鐘的連鋼機動 二控二四 比的演習 對海空方面 對臺灣的施加軍事壓力 我們在國軍也有海巡 也進行聯合任務來應對 所以總統今天來為勉冠冰 不過 總統議員說 中國媒體報道 有支出臺灣的 鄉風飛團機動發射車 保守的位置 國防部長 還有理想是強調 國軍會進一步 強化應對措施 國防地軍無法掌握 我們的機動部隊 到底在哪裡 因為這項修好臺灣 空域重要任務的空軍 在這次中國的演習也出動戰機 香港部隊這些兵力全民改變 總統也有到空軍作戰 支揮部來示範 另外也有淡水去為問這次任務 主要應對中國海境的海巡 官兵 感謝大家團結 主要來為勉強臺灣的租款 以上就是恨定的進行 長女兒頭高登記號祝福